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也是跌 油价其实我说说油价我不想聊太多 因为我记得我前段时间我一直聊或者我聊我对他的一个判断 那么包括我说过为什么沙特不增产 然后从消息面的一个角度的话 美国政府的话可能要动用他们的一个reserve 包括他们一个战略储备 然后最近消最近的话 从消息面角度来说的话 应该是中国和美国的话 非常有可能一起动用他们石油的一个战略储备 对吧 主要一个原因是什么 主要一个原因还是中美关系的话 短时间之内的话是得到缓解了 好吧 这里边其实有很多很多信号 我在很多个视频里面 我也和大家分享过这边的话就不展开了 然后我说一下 其实这一段时间就很多小伙伴 比如说会担心square 我说从我个人角度来说 我一直说我说我其实不是非常担心 为主要一点还是因为我关注这家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我关注公司的 我关注管理层他们的一个执行力 包括今天的话 啊 square 他们还发还发发了一个白皮书 square的话 square下面一家公司 应该是算他们下面的一个team吧 他们要做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 我个人的话 我是去看过了他们的一个白皮书啊 啊 我不敢说我白皮书全部看懂 应该说白皮书我看的一知半截 但是我是可能再需要时间再去看一下他的一个白皮书 我总总的来说我第一次看下来的话 我觉得啊 Jack Dossi 他想要做的这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啊 是比较接地气的 因为他在这里边的话 在这白皮书里面的话 考虑到了非常考虑到了非常多的一个监管 包括他考虑到了如何和法定货币啊 去去进行一个连接 或者去进行一个对接 这个是非常重要 因为法币法定货币的话是受到监管的 然后网上很多新闻是说啊 因为Jack Dossi 他算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多头 网上很多新闻说 Jack Dossi 要做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交易所 但是在这个白皮书里面的话 我个人理解 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 说这个交易所的话 只是交易比特币和法定货币 因为因为因为他里面用到了非常多的词 用到是crypto 还不是用的bitcoin 反正这是我的一个first take 我第一次看我下来我自己的感觉 我说我为什么不是非常担心 我觉得管理层的话 它仍然是有这个执行力在 包括他们afterpay的话 在square身上的话 完全没有得到发酵 即使从股价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整个支付行业 我说这段时间一直在沉压 包括你去看visa和master卡的话 它的year-to-day都是都是走的比较差的 而且从这段时间的一个回调来说的话 其实square从股价上来说的话 它的一个回调其实比visa和master 包括paypal都要好很多 好嘛 然后我说一下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我也是会有很多鸡汤 然后鸡汤的话 我是通过看各股的一些机构的一些持仓 三季度机构机构的一些持仓的一些变化 然后聊到每只贵股的时候 我可以和大家聊一下我对每只贵股的一些看法 然后说一下最近的话 我仍然想加仓的两只贵股 一只是airbnb 然后一只的话是se 但是现在的价格的话 我是不会去动的 如果说我有想动的一些价格的话 我会再来和大家分享的 好嘛 然后今天的话颁奖 今天颁奖 我看了一圈 直接给mu NVIDIA 虽然今天也长得不错 然后特斯拉 其他很多个股的话 都长得不错 但是我看了一圈 我我隐约的 我隐约的感觉 从长得非常好的一些个股里面的话 mu 可能是很多小伙伴手里都持有的一只一只个股 好吗 那今天的话就恭喜有mu的那些小伙伴 然后的话说新闻 说新闻之前的话 先我先说一下 就这个小伙伴 yf 将 将吧 应该 非常感谢这个小伙伴 因为这条新闻的话 是这位小伙伴 在我昨天视频下面和我留言 然后我去看的 这条新闻说了什么 他说了roblox的话 非常非常可能已经在和 MetaMeta就Facebook 非常已经 非常已经可能 非常可能已经和Meta的话合作 然后要登陆Quest 2 新闻的话是在这边 这条推的话是roblox他们的一个官网发出来一条推 但是这条推的话是被删掉了 然后这一个油管视频的一个链接的话 我会放在我视频的一个描述里面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边的话主要是说一下他们roblox他们发的就已经被他们删掉的那条推 他说的是什么 他说 我们非常坚定的会确保roblox的话 一定会在各个平台上的话 都可以去登录 然后下面的话 他还提到了一个Quest 2 就从这一句话 就就就就从这一句被删掉的一个推来说的话 对我来说的话 这算是一个基本面上的一个改变 因为我觉得这对于roblox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而且对于对于Quest 2或者对于Meta这家公司 对于Facebook这家公司来说的话 我觉得也是非常多的一个利好 那么感觉我持有的这两家公司要进行一个联动了 如果一定要我说对哪家公司利好更多的话 我反而觉得对于Facebook或者对于Meta他们的一个利好的话更大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仔细去想一下Quest 2他现在需要的是其实Quest 2的一个价格的话已经降到非常低了 299美金 我相信以后他这个价格的话还会往下降 因为扎克伯格在上一次他们的一个讲元宇宙的电话会议他里面已经说了 即使连即使平价卖出去 成本价卖出去的话 他们也要把这个价格给降下来 就Quest 2的这个价格也要降下来 那么这这这这就我这说这我他这一个观点的话 我是完全认同的 因为我一直说 我说要形成一个网络效应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价格降到一个非常廉价非常平民的一个价格 他才会引起一个massive adoption 那如果说roblox他的一个 他就roblox他们登陆Quest 2的话 那对于Quest 2的一个adoption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好 因为我们去看一下roblox他的一个日活数 有5000万的一个用户啊 那我们即使假设有10%到20%的一个用户 就一个一个roblox 一个日活的一个玩家的话 去去买入Quest 2的话 那我们也要看到起码有500到1000万的一个硬件的一个需求在那边了 这对于Quest 2包括对于整个啊 Meta 他们想做的一个元宇宙的一个概念的话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啊 但是短时间之内的话 我觉得可能roblox一个加仓点位的话 可能会比较难了 然后最后的话 我真的想再次感谢一下那一位小伙伴 因为啊 其实我做这一个频道的一个初衷 其实就是为了 其实就是一个分享 没有其他更多的一些东西了 欢迎大家以后其他小伙伴 如果以后有一些我漏掉的一些新闻 大家觉得这条新闻可以让更多的人受益到的话 希望大家和我分享 不管是 下面留言也好 或者给我写邮件 邮件我可能回复的比较慢一点 那我我看到有价值的话 我一定会拿到视频里面再来和大家分享的 好吗 然后的话来聊一下加密货币 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啊 这边这张图的话是比特币挖矿啊 挖矿的一个分布 然后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在今年七月以后的话 整个挖矿的一个分布的话 现在最大的最大头在哪 或者占最大比例在哪 在美国啊 这一条土黄色的话 就是代表美国的一个占比 然后啊 基本上很多中国的一些挖矿的一些算力的话 现在全部集中在美国和加拿大 这两个 这两个国家的话是最受益的 好吧 所以现在基本上从mining这个角度去说的话 一个地域的一个政治风险的话 基本上就没有了 好吧 然后来看一条新闻 这条新闻的话 其实啊 并不是一条 并不是一条直接是有利于加密货币之 或者直接有利于比特币的一条新闻啊 但是啊 就我们好的也要看 然后不好的也要看 啊 不能一直只给大家洗脑说哎 比特币就是好 或者加密货币就是好 好吧 看一下这条新闻啊 澳大利亚一个退休基金的话 他们现在觉得数字资产的话是比较难吸引到他们 主要一个原因的话还是一个波动率和一个治理风险 这边的一个治理风险的话 他其实说的一个custody risk 什么意思 就是你买完比特币之后的话 谁去帮你保管 或者你买完其他加密货币的话 谁去帮你保管 但是我觉得这个风险的话 基本上现在的话是已经可以得到处理的 主要的 主要的话是一个波动率 就是一个volatility 就比特币一个波动率的话是非常大的 那么所以这一个人 barry 就是他是管理在啊 他他是一个啊 手系手系投资官 然后以前的话是管理270亿澳元 然后他就说他说他认为现在的话 比特币或者其他加密货币的话 是不适用于养老基金 因为他的一个波动率的话太大 但是我其实说啊 从机构角度去看的话啊 很多时候不会单单只看一个波动率 你还得看一个sharp ratio 或者应该是一个下铺比例吧 那就是他的一个回报去处理他的一个波动率 我相信如果你去看一个波动率 去看回报处于一个波动率的话 比特币是基本上会秒杀很多其他资产的啊 然后的话就是波动率 这张图白色的话是比特币的一个波动率 然后蓝色的话是msci all country world 啊 你可以看到这一个波动率的话差的还是挺多的 不过这条新闻的话 其实他的一个重点是就刚才的一个首席执行官啊 首席投资官 他他是说他说作为一个养老作为管老管理养老基金的啊 一个投资者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是不会忽略加密货币 或者是不应该去忽略数字货币的 啊 因为其实越来越多的机构的话 现在已经开始接受加密货币了 所以我就我我个人是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趋势 而且fidelity的话 他们其实做过一个研究 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机构的话 其实是对加密货币的话是感兴趣的 特别在澳大利亚啊 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现在主要是碍于 投资的一个标的的话 并不是非常多 所以其实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啊 我个人是觉得加密货币 不管是比特币也好 或者是以太坊也好 或者其他的一些币种也好啊 这基本上是唯一一个可能散户可以走在机构之前 即使在今天这个位置的话 我都觉得不晚 因为我一直说今年可能是机构 开始持有比特币的一个原因 但是接下去的话 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 一定会有更多的一个机构的话 开始会选择 或者开始接受数字货币 或者加密货币 然后的话 就看一下各股的一些机构机构三季度 这些仓的一些变化 好吧 先是square 然后square的话 主要最大的一家减仓的一个机构的话 就是ARK ARK的话 其实这边的话 我不想多做评价 因为首先很多小伙伴会问 我就我手里从我手里的话是没有ARK的 那么虽然啊 我我很多ARK的一些操作 我可能不是非常认同 包括他们投资的标的的话 我也不是非常认同 但是其实我很多时候 我不是非常理解推特上很多一些 特别是一些外国的一些博主 推特上外国的一些博主 对于 ARK他们操作的一些攻击啊 我真的很多时候 我真的不是非常理解 包括他 你仔细想一下 很多时候 这些人 他们盯着什么 他们盯着的都是一些ARK的一些操作的一些失误 或者说从回撤的一个角度的话 都是操作的一些失误 但是你仔细再去想一下 当初的时候ARK他们一直在朝底Unity和他们一直在朝底Coin的时候 ARK收到了多大的一个质疑 但是现在那群人还会回来吗 或者现在那群人的话 还会去 还会去向ARK他们道歉吗 不会的 那么一只基金里面有几十只个国 在每一个阶段的话 你都可以 会找到一只他们可能操作并不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个国 但是可能 你很多时候你时间放长的话 你会发觉很多时候现在做的事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意义 而且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去活在别人的世界里 你一直去盯着 有就很多 我看到很多我都包括现在是一直一直在质疑他们 比如说加仓Robinhood 然后加仓 Skills 虽然RobinhoodSkills 是这两家公司 我都不是非常喜欢 那么但是谁能说ARK他一定就是错的 好吗 所以对于ARK减仓Skills这家公司来说的话 我个人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一个感觉 反而 比较讽刺的来说的话 可能ARK减仓减仓减仓减掉一点Skills的话 可能对于Skills的股价来说的话 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 ARK被整个市场做空比较多 或者盯的比较紧 特别是他们那些持仓的一些个股的话 比较被荣比较容易被针对 然后加仓那些加仓那些公司的话 Jenderson 然后Jenderson Associate 然后Sense Capital 我看到Sense Capital他们加仓的话 我感到还挺欣慰的 因为这家公司其实在很多成长股的一些基金公司里面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好吗 然后是Neo Neo的话 我这边要先要和大家道个歉 因为Neo确实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去做更新了 我自己的话确实有很多课要去补 包括他们的财报会议 然后这一次财报的话 主要我也是看到他们财报之后的话 财报之后那一天的话股价是涨了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并没有 并不会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担心 今天的话主要看一下他们一个机构的一个持仓 其实我觉得 我记得应该是在 是不是在视频里面 或者就是在聊天里面的话 在视频下面聊天里面 我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Neo Belly Gifford在三季度的话是一定会减仓Neo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在七月 应该是在七月 我没记错 应该是在七月初那一波中概股的一波风险 或者中概中概教育股的那一波风险 对于很多机构投资 即使我是EV没有受到影响 但是对于很多机构投资者 从机构投资的角度去看的话 他们是一定会去降低这一个风险 怎么去降低这一个风险 就是进行减仓 好吧 所以你可以看到Belly Gifford是减仓了1700万股 但是我并不觉得他们对于Neo的一个conviction的话下降了 我觉得更多的这是出于一个风险控制的一个角度去进行那个减仓 因为他们的一个投资者其实会给他们压力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做出这一个决定的话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make sense 也是在清理之中 其实也是在我原来预期之中的 好吧 因为他们原来本身的一个仓位的话 在Neo上面的仓位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然后比较有意思的是新开仓的一家公司 就新开仓的Neo的一家公司sense capital 然后他们的话是在三季度的时候开仓了Neo 然后是opendoor 正好在做opendoor之前的话 我想说一下 因为昨天我看到有个小伙伴担心 今年我自己的一个账户的一个表现 就好像说小伙伴不用担心 我今年的话其实过的还是ok的 好吧 然后正好我想说呀 其实我我一直说我我以前说过 我做这个频道 其实我希望大家把我当做一个工具人 我这个工具人的用途是什么 我的我的用途的话就是能够帮助大家 不说更好吧 起码从我的分享中能够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一个市场 比如说去拆解一些市场一些消息去摘取一些宏观的一些消息 对吗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去更加全面的去了解一些公司 了解每个公司 了解每个公司的一个基本面 那不管不管是好还是坏 这才是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这才这才是我这个频道最想带给大家东西 我不能帮到大家什么 我不能帮到大家是我 我不能每天掺着大家的手告诉大家 今天这只贵股要止损 今天内网一只贵股的话要止盈 这是我做不到的 这也是我觉得不是我所擅长的 好吧 就仅此而已 我就只是一个工具人 然后我想说一下 因为通过上一次就前段时间 open door的一波下跌下跌下来的话 我吸取了一个叫醒 什么叫醒 就是我觉得很多个国我不想说太多 因为我觉得基本面我们能够全部聊完整 就我觉得就可以了 包括通就最主要是通过一些数据去帮助我们更全面的去了解这一家公司 对吧 但是我我觉得我可能有时候说了太多之后 我感觉自己都变成了一个股票的一个sales 对吧 我我并不是今天大家去多买一股open door 去多买一股airbnb 我就有一个提升 我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提升和我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特别在个股下跌的时候 我觉得我说的越多很多时候可能其实很多时候会产生一个反效果 因为我说越多 这贵股它的一个股价跌的越多 那么很多小伙伴其实会有一个逆反的一个心理 包括很多小伙伴会觉得哎 你就你你给我们包的鸡汤都是一些毒鸡汤 好吧 但是拿open door这个例子去看的话 其实他们二季度的三季度的一个财报的话都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从即时取比上华尔街他们的一个预期的话都是高了比较多的 那么那从我的角度来说的话 只要他们财报 ok 然后管理层的话继续有继续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执行力的话 我就不会非常非常担心它的一个股价 好吧 然后来看一下他们这一个这一个季度 他们一个机构持仓的一个变化 从投资者就就从机构角度去看 就从investment advisor这个角度去看的话是减少这个减少主要是减少在哪 大家猜一下主要是主要是主要是他们对于open 的话进行了一个减仓 然后从对冲基金这个角度去看到 hedge fund这个角度去看到他们增加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 增加了八百分之八或者八个百分点 这张图的话是具体的具体的那些对冲基金 所以所加仓或者说是建仓opendor的一些公司 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如果是放一个加号的话 就代表这家公司的话对于opendor是进行了加仓 一个打勾的话就代表是进行了一个建仓 好吧 然后这一个比例的话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去看 如果说对冲基金在三季度对opendor进行加仓的话 大家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这些对冲基金 他们加仓的一个价格的话可能在哪 其实我个人感觉非常有可能是在上一次他们发完财报之后 第二天跌下来的那一段时间的话 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些机构吸货的时候 那么价格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在17到18块钱左右吧 然后的话就是ZERO 你可以看到ZERO他们对冲基金的一个持仓的一个仓位其实是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们知道这边是第三季度 所以你光去看他们第三季度的话 所以对冲基金的一个持仓的话是增加了1.83 但是ZERO他们退出Ibuying这个市场的一个消息的话是在第三季度之后 是在10月份 所以我个人的一个推测的话 等到第四季度机构的一个持仓的一个仓位出来之后的话 ZERO在对冲基金这一块的一个占比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要下降的 那么而这一部分下降的一个比例的话 非常有可能会去到opendoor里面 然后的话就是TDOG 然后TDOG的话ARK加仓就不用说了 然后ARKK包括其他的一些他们ARK的一个基金的话 基本上天天在加仓 我前面看了一下今天他们的一个操作 然后今天的话也是加了TDOG 然后的话其他加仓机构的话Vanguard和BlackRock这两家公司的话 我觉得有可能是那些指数基金啊 就非常有可能是一些被动的进行的一些加仓 好吧 然后主动进行加仓呢 我觉得就Billy Gifford的话 他们肯定是主动的对于TDOG的话是进行加仓的 那么还有一家加仓比较多的 比如说像这样Nickel Nickel Asset Management 他们加仓的股数的话也是不少 加仓也加仓了170万股 所以我这边其实想分享一个观点 就应该是就应该这么说 我这边分享一个事实 就是从机构的角度去看的话 机构订问机构有没有可能错 机构也是有可能错 而且机构 很多时候他们错的一个概率的话其实也是不小的 但是从机构的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只要在公司基本面不改变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他们财报 没有爆雷 或者说整个行业的一个基本没有改变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机构的话是不会轻易的去进行减仓的 那么更不会因为股价的一个下跌的话而去进行减仓 反而如果股价下跌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价格的话他们是会选择进行加仓的 好吗 然后最后最后说一下啊 我对提到一个操作的话 我不会进行加仓也不会进行减仓 然后我也不建议大家去进行加仓 真的要进行加仓的话 要等到他一个情绪面回来之后 选择在右侧加仓比接飞到的话要好 因为这一类现在情绪面非常非常低的一些个国 选择左侧去加仓的话 除非信仰比我还高的话 那我觉得没有问题 不然的话我建议大家想加仓的话 那么等情绪面起来或者等技术面的话 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双底或者是三底 然后选择在右侧的话再去进行加仓 然后对于没有信仰或者说觉得这家公司真的不行的话 那我觉得卖掉或者止损或者进行减仓的话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正好啊11月12月份 然后马上又要到年底了 如果大家觉得手里自己一些亏损的一些仓位 实在是就不单单是提到的 包括其他一些仓位 实在是没有信心继续持有下去的话 选择卖掉的话 这一部分税务的话是可以 最后的话年底的话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亏损的话 最后的话是可以用来抵税的 所以年底的话其实是一个最好的去审 年底之前最好的去审视自己的一些仓位 如果有一些亏损的一些仓位 觉得没办法 没有信心再继续持有下去的话 是可以选择进行减仓或者是进行净仓的 好吗 最后的话就是SE SE的话 我看一下他们机构持仓 基本上变化不是非常非常大 但是SE的话我想带大家看一下 整个他们发完财报之后 华尔街对他们的一个估价 就price target目标价的一个调整 我这边看到的 一共有30家机构对他进行了一个评计 然后其中有29家的话 都是对他进行一个买入 这边是他们的一个估价 或者他们的一个目标价 最高的话是在500 然后这边的话是他们更新的一个日期 然后这边的话是第一排 然后这边的话是第二排 你可以看到最高的话 最高的一个price target的话 在500块钱最低的话是在370块钱 所以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SE SE本身的话就是一个华尔街的一个宠儿 因为你从他们财报 就上一季度财报去看的话 游戏业务那一块的话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 特别是从计活数的一个人数去看的话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方法 但是SE的话 他们我说SE他们公司的话 就公司本身的话其实执行力非常非常强 而且最重要的是管理层的话 可以写的可以可以聊的 天花乱坠 就是他们可以把把这个他们就 他们可以管理层可以帮你把这个故事 写的非常非常好啊 不过有一点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些华尔街他们一些风险的话 基本上都是见风十多的 只要你别看他们今天的话 二十三十个人里面二十九个人是给了一个 购入的一个平息 这是非常非常高的 但是将来的话 一旦有一个消息面的话 或者说负面的一个消息面的话 他们就非常快速度的可以 集体帮你把这个股价目标价的话 往下调 好吗 不过从故事线本身来说的话 包括SE这家公司本身的一个执行力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未来的话 一个想象的空间的话 还是比较大的 好吧那这期视频就到这边 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给下面给我留言 明天见 то 对 能够 respond 不 我 等 攻击 称 突 有 在 有 ص